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是3月14号 一个圈内的梗就是 昨天是圆周日日 对 Pi Day 一个没用的知识增加了 以上跟这个节目没什么关系 所以 今天 在进入之前就是 回复一下一些社群 跟平台上的留言 你的先讲好了 你的先讲 好 我们这边又有收到 就是我们RB朋友的斗内这样子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好在 上次讲潘密拉的最后面的时候 不小心有提到 情色小说家 然后所以 我们的RB朋友就问了一下 就说这样会一起讨论 电蓝色的心情吗 然后反正我一开始 还搞不清楚电蓝色的心情是什么 然后原来好像就是 情色小说家的算是第二季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两个都有看过 对 再来他还有提到说 如果是讨论辅剧 当然OK啊 我猜他应该指的是 我们上次开玩笑说 也不是开玩笑 就是说也许我们的来宾 还可以增加我们的RB朋友 所以我们不太认识他 这样对 然后他说如果是讨论辅剧 当然OK 然后如果 好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再看看这样子 对 不然就是如果我们 有真的要讨论情色小说家 再考虑要不要找他的 对也是可以 对对对 但我要先说 因为我是完全还没看 所以要等我都看过 对对对 可能有机会啦 有机会 有机会的话再试试看 嗯 后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好像可能参加一个 可能论文的访谈计划之类的 然后这个论文的访谈计划 我猜他的脉络是说 他想访谈 那个研究生想访谈的人 是所谓的辅男 然后 然后我们的RB朋友说 他被访问的那个场次 大概就有 六个人之多 所以他会觉得好像 辅男浮出水面的人数 大大增加 嗯 他又说最近叫什么 两个辅女 谈我们爱的戏剧 我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podcast吗 对 是一个podcast 然后他们在找直男向的辅男 然后说小酋长会 称自己为辅男吗 呵呵 我们之前好像有 有讲过这件事啊 这是 我那时候应该是讲说 我把他当作 我诸多看的类型的作品 其中之一这样而已 我没有专门转研他 那个 至于小酋长的回答 给他自己讲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吧 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 就不会觉得这个类型 有什么太猎奇 或太奇怪的 就是我觉得他感觉是一种 爱情故事的类型这样 所以可能同性的爱情故事 异性的爱情故事 可能就是如果只要写的够好 就是我都会喜欢这样 所以好像好像没办法说 特别热爱这个类型的 就是BL这个类型的作品这样 好像没办法自称辅男这样 好像自己没有那个资格 对 反正我们之前有一次应该也是讲过 就是我们基本上除了 严格意义上的恐怖片 不看以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说只看什么 或不看什么这样 对 比较没有 所以当然就不会 称呼自己一次 真的 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真的 如果要说除了 就是譬如说 我现在要帮某个类型 就说我有沒有特别喜欢 突然好像 好像讲不出一个某个特定的类型 可能可以说我还算喜欢看 看毒枭类型吗 可是又不是真的说 追得这么疯这样 好像也好像也没有 就如果说题材来说的话 简单来说可能就是 还是以故事为主 就是要喜欢那个故事 好像蛮扎实的 对 那RB朋友的回复 我们就 我先回复到这 好 然后 同样也是RB朋友 我觉得他 他好像开很多个账号 有时候回复会切不同账号去回 这样子 他在YouTube上也有 分享一下他 小时候家庭理发的经验 这样子 我就不念了啦 反正就是 个人的经验分享 这样而已 然后 IG的部分是 他也有讲到 情色小说家 这样 然后 还有另外一则 不是他的回复 是 本日宫修那一集的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有标记电影的IG粉专 所以 应该是小编 有 看到 然后他留言 他留言说 这是 来听看看 然后因为是我回来 我就回说 呃 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好话 这样 对 但 请包含我们这个 不专业的节目 对 就 如果他们真的有听的话 嗯 没错 没错 因为对了 我们上一集 对了 我现在想一下 应该是 大多数都是讲好话了 对 比较硬要说 不好 所谓的不好的部分 就是那个 有些地方感觉 呈现偏刻意的 那个点而已 其他好像没有 对 简是我简的 所以我 我印象应该是 准确的 这样 我记得没有其他东西 对 大概只有这个啦 就是在那些 比较 比较 为客 就是要 要营造比较 特定气氛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 人物的台词 都会变得 比较没那么 就是生活感 这样 对 好 所以最后 那个 因为讲到本日宫秀 我就顺便 小补充一下 就 我在看 本日宫秀的 某个情节的时候 有想到我自己 感受过的经验 就是 他后面有个情节是 阿瑞 就是主角 这个 陆小芬演的 这个 家庭理发师 他因为 自己 好像 跑出去 然后都没有跟 儿女讲 这件事情 对 然后 他们很担心 他不知道怎么了 这样子 我就想起 前几个 应该是前一两个月而已 反正是今年初的事情 不完全一样的经验 但就是 那个有一部分的感受 有点 有点类似 就是 我妈 她的 妹妹 就是我阿姨 因为她是 住在基隆 反正她之前就是 癌症吧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过世了 这样 然后 我妈 好像就是自己 自己在想说 如果要等到 告别室 然后才上去基隆 找她 这样感觉好像 还要一阵子 所以 她就想说 找某一天 先上去 就是 先上去看看 我所谓的上去是从 因为我也是彰化人 所以我所谓的上去 就是北上 她就想说 找一天就是 去基隆看看 然后 等到真的告别室 那一天再去一次 这样 她说要去基隆 那一天是 她是说 她要自己去 先坐高铁到 台北 然后搭火车到基隆 然后再 搭机车过去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 很奇妙的感觉是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象说 我们的 爸妈 尤其是妈妈 我觉得那个跟女性 这个身份有关系 就是 我们好像没有想过 想象过她 自己一个人出去 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们 至少一母亲 这个角色 他们好像都跟家庭 绑在一起 我们好像 有点难想象说 她有所谓的 个人的 日常行程 这件事 完全属于她个人 这件事 这样 对 就是我那时候突然觉得 有点微妙 反正那天 反正是我爸开车 但是因为她要 停车 所以我 我陪我妈去 进到高铁月台去 然后就是 送她上车 的意思 就是买月台票而已吧 不用买票 高铁是换证件就好了 哦 我记得台铁 好像是可以买月台票的样子 好 反正这不重点了 所以就是 我只是要讲说 我觉得 那个感受 有点 奇特 就是以前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 好像会有一种 微妙的感觉是 她自己一个人去 我当时心里有个问句 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去 真的OK吗 嗯 但如果是 男性家属 我好像就不会担心 这件事情 对就是 这个 有没有性别身份 在作用 这样 就是 也 我觉得有一部分 也跟刚刚 我讲的 那个点有关 就是 好像 至少我家的状况 是这样 就是 母亲这个角色 好像你有点难想象 她 有专属于她 完全是她一个人的 生活形成 这样子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 我就变得 更 难想象说 她自己去做什么 这样 所以 当下 就是心里有一种 很微妙的感觉 对 不然那天 我其实 我就 待在家里 其实也没差 这样 因为反正是我 我爸开车站下去 反正 那天我就觉得 我好像应该 跟他进去车站一下 这样 对 就是一种 微妙的心情 反正知道 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 好 对 以上就是纯粹个人经验分享 我觉得本日宫修作为一部 就是 角色是 女性的 电影 其实 那个性别身份 虽然在 故事里面没有 非常 强烈的作用 但是 跟 母子 这个身份 对这个故事 产生的效果 大家还是可以去 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是 父亲 是爸爸 感觉故事的氛围 又不太一样 我自己这样 我自己这样觉得 对 反正 性别议题 是一个很有趣的 领域 这样 结论 结论 是这样子 好 前线差不多 这样子 其实 我原本 在录之前 我想说 要不要稍微 讲一下奥斯卡 但是 我觉得等一下 有可能会讲到 就是在 后面的 别 别作品的分享里面 有可能会提到 这样 就是我所谓 就是 提到 就是 议题啊 或什么 政治正确那一块 这样 我有可能会在后面 提到 对 所以 后面再说 好的 提到就提到 这样 没有提到 就算了 OK 进入正题 今天要讲的 就是如大家在 标题上看到的 就是 两部作品 一部是 纪录片 我们先讲 纪录片 然后再讲 最近 还算蛮热门的 影集 第一部 那个 纪录片 是我们 录音的 昨天 去看的 所有的 美丽与血泪 他这一部 这个片名 就是 算 直翻 翻得蛮好的 而且 刚好 那个 英文片名的 句子 很容易 直接翻过来 这样 就 还算翻得 挺有诗意的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对 然后 他是 纪录片 是 导演 就是那个 他之前有一部片 也是德国奥斯卡 也是纪录片 这样 就是 第四公民 讲那个 揭发美国政府 就是秘密监控人民的 那个 爱德华斯诺顿 然后 就是他的 也是去年 发行的 纪录片 然后在 威尼斯影展 拿到金丝奖 就是好像是 网络上的记录 是这样 就是金丝奖 有史以来的 第二部 颁给纪录片 因为一般这种 大家应该比较 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 一个奖项 影展 什么的 这种最大奖 或者什么奥斯卡 最佳音品 这种东西 就是那个最大奖 比较 通常会是 给剧情片 这样子 所以反正就是 这部 所有的美丽与鞋泪 他在去年的 威尼斯影展 拿到金丝奖 他的内容是 以一个 美国的 女性摄影师 叫 Name Golding 他为 叙事中心 有点像 微微的分成 两条线吧 就是 一条线是 讲他的 生平 他的成长经历 他作为一个 摄影师 他的 过去 然后另外一条线是 可以算是现在 就是 比较 当下的 那个时间线 就是 他 作为一个 有点像 社会运动 倡议者 做的事情 这样 对 至于他 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 就是把他的生平 简单的 讲一下 就知道了 好 这是 根据网络上的资料 我这个也都是 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 他是 1953年出生 在美国的一个 算中产家庭 就是 犹太裔家庭 这样 对 就是小时候 如果单纯以 社会经济环境 来说 他算是 还过得 还不错 然后他 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就 接触摄影 这件事 拿到相机 然后就开始拍 周围的一些东西 但 特别令他感兴趣的 就是 可能由于他 小时候的 经历的关系 他特别 啊 这什么经历 我等一下再说 可能由于他小时候 一些 经验的关系 他特别 喜欢拍一些 他特别 关注一些 所谓的少数 跟边缘族群 这样 尤其在 他的成长年代 就是 所谓的少数 跟边缘族群 就是LGBTQ 对 就是他生活周遭的那些性少数的朋友 对 很多他拍的人都是他认识的 好 所以反正他就一直都拍这些比较边缘的题材 就是包括性少数 然后药物过粮 艾滋 这些东西 这样 对 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 这纪录片里面有呈现 就是冲刺各种 大家会觉得有点离经叛道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那样 而且他的作品 尤其他又是女性 然后他又拍这些东西 有些 所谓主流的艺术圈子的人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就是所谓主流艺术圈子 也是男性主宰的 就有一些主流的艺术圈的人 就会觉得他 他的东西不是艺术 这样 因为他 确实他的作品都非常露骨 露骨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拍 大家在性交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 纪录片里面也有做到 也有拍就是吸毒 也有拍一些 比较暴力的部分 这样子 比如说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 他被伴侣打的时候 他也把自己拍 拍成题材 这样 对 就当时来讲 他的东西就是非常历经 他的作品就是非常历经叛道 甚至不被主流艺术圈接受 这样 可是他就是 很坚持的做这件事情 反正他也 没有在插小别人 讲那些东西 所以到比较近代 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 可能因为身体 好像是开 手术之类的关系吧 总之他 有服用 医生开的 就是止痛药 这个可以等一下 再多讲一点 反正就是他 有一点因为 那个药物成瘾 然后 他后来 发现 那个药厂 以及他 背后的 经营者 就是一个家族 他们用的一些 不当的行销手段 让大家 忽视 这个药的 危害性 然后他就 以此就是 他也发现 很多人都受到 这个危害 就是 甚至有人 因为成瘾了之后 就会 就是去 吸更强的药物 然后总之 就是受害者 其实很多 然后他就 以此为他的 算是一个倡议的 他关心的东西 这样 然后他就 组织了一些 社会运动 去对抗 那个家族 跟药厂 这样子 对 这两件事 我所谓这两件事 就是一个 前面他 比较生平的东西 跟他 做社运这件事情 这两个 部分在 片中 基本上是 交叉出现 然后 有一点 当然电影里面 没有那么刻意 讲这件事 只是说 那个感觉上 就好像是 他的 个人 的经历 有一点点 成为他 日后 做这件事情的 某一种 动力 或者 形塑他 人格的 那个部分 这样子 讲得广一点 他们都在对抗 某些东西 不管是他 私人的部分 还是公共议题 的东西 所以我先讲 看完的结论 刚刚 讲到了 有些细节 后面可以再 多补充一些 知识的东西 但 我想要先 讲感受的部分 我个人是 蛮喜欢的 而且是 蛮久 没看到这么 觉得很重要的 东西 这样 对 就我觉得他 我那时候在IG 写的是 我觉得这部片 是 兼具 私人 跟公共性 就是他 他 真的就是 很像 用台语讲 就是 破心 看 给你看 这样 就是他把 成长过程 最 最黑暗的 情节 都在纪录片 里面告诉大家 对 对 而且他也不回避 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告诉你 这些事情 对他的影响 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那些事情 对他的创作 或者他日后 做的那些 社会运动的 的影响 这样 然后公共 我刚讲公共性的部分 当然就是他 去想要推广 跟倡议的 这个议题 这样子 所以 一部片 可以同时 兼具私人 私人层面 跟公共性 然后又 然后我写了 另一句话 就是他 同时在 书写历史 又反映现代 书写历史 当然就是 他记录了 某一个时代的 那个 边缘族群的处境 这样 然后这是 电影后半段 讲的 就是他做的事情 就是很现代的 这个部分 所以 我会觉得 一部片 可以同时 写私人 和公共 又写 历史 跟现代 然后 这些东西 又混合的 我觉得 他的 整部片的 你说 剪辑 处理 就是叙事的处理 我 个人是 很 很可以的 对 就 总之 总之我蛮喜欢的 讲结论 真的蛮喜欢的 而且我特别 很爱那种 有一点 议题性的东西 又有一点那种 就是个人对抗 一个 讲简单一点 就是小虾米 对抗大鲸鱼 那种感觉 就我有点 喜欢这种 类型的故事 等一下可以 推给大家一些 类似的作品 这样子 总之 我想要讲 就是 感觉的部分 我是看完 是蛮 我蛮爱的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 叙事 这件事情 就我觉得蛮 流畅的 而且 整个看的过程 好 反正一样 就要先自首 反正就是 如果我有 看电影 我打瞌睡的话 我都会先自首 这样 就是反正 就是我昨天 有这个 很小的段落 就是 打瞌睡 大概就是 他来讲他 结婚的那个段落 这样 然后 但我觉得 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很累 就是我 如果我很累 打瞌睡 我自己会知道 这样 那个是我觉得 那个氛围 很舒服的 打瞌睡 就是 我有一种打瞌睡 我有一种打瞌睡 是我觉得 那整个 整个气氛 是很舒服的 对 然后 我觉得 就是从 因为从 从头到尾 有讲到 非常多的事情 这样 然后 譬如说 可能从最一开始 他的 他在讲 他的家人 可能就是 感觉是有一些 身心的问题 这可以讲出来 这可以讲出来 没关系 就是 反正 我们没有要 再加上 他毕竟是纪录片 所以我觉得 就 更没有那种 防不防累的问题 但如果大家介意 就自己跳过 说到防不防累 我突然想到 那个我那天看了 不知道是谁的 Facebook贴文 然后就是说 什么他们聊到一部 23年前的电影 然后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哇 压力好大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算了 我不知道 我不确定 我跟你看到有没有一样 但我蛮同意 某个人的 回应 就是 你因为自己 没看过 那么久远以前的东西 然后 因为人家 在讨论 然后你去 因为这样 然后你说 你被剧透了 然后你去 你去 抨击对方 我觉得这有点是 本末倒置 是 你 你自己 你自己没看过 你应该是要 先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 这么久远以前的东西 你既然会有这个情绪 表示你也觉得 他 他讨论的东西是重要 既然这么重要 为什么你不赶快去看他 这样 应该是你要先反省自己 为什么不赶快去看 而不是 就是得 去骂别人 结论 这个 我 我只觉得这件事情 很 很微妙 算了算了算了 好像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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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也说不清 就像 难道我现在跟你说 在 辛德热名单里面 帮辛德热工作的 那个 犹太人 他最后 有没有死掉 我如果跟你讲的 这样叫爆雷吗 这已经是 可能有吧 就是 二三十年的片 对啊 这样 就是 我觉得大家对剧透的 标准要 要放宽一点 不然 很多东西会讨论不下去 只要人家好像 没有一个很恶意或刻意 在那部片上映 或者那部片正话题 正热的时候 去讲 去好像刻意的剧透 我觉得 剩下的东西都是正常的讨论 不然你要人家怎么讨论 故事 对啊 嗯 好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人说的也好像还行啊 他就是说什么 如果要讲到很严格的话 说什么当初的什么复仇者联盟的 最后的结束 就是好像大家有 大家有一个就是 诶那时候大家好像是有一个 直接很一致的 就是说 就是希望 两个礼拜之后 之类的 就是 好像是官方 自己有那个 有点类似这样 对对对 好 然后这算了算了 总之就是 就我觉得一路 反正看下来 就是反正我从 从最前面刚讲到 可能他从他最一开始 他聊到就是 就是他的姐姐啊 他的姐姐感觉是 跟他有一小 一点点的年纪差 所以就感觉比较 有一点身兼 好像是比较照顾他的角色 或者是 因为相对年纪 可能有一点点差距吧 然后他姐姐好像就是 有一些身心的状况 然后后来 就他姐姐就是 自杀了这样 然后 反正这个大概是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比较 重要的事情 这可能第一件 然后再往后的话 往后面 我说如果单以他 个人经历的那一条线 因为他电影主要是分成 诶是四个章节 还是五个章节啊 四个章节 不止 诶不止 我其实没有算 但不止 就是他的段落 呈现有像这样 就是他先拍第一段 然后第一段的时候 可能拍他 很小的时候的故事 然后加上他们在对抗 这一个药厂 就是又拉回 比较现代的这条叙事线 就是他每 他每一段就是 再回到过去 然后再拉回 现代药厂的事情 这样子交替来回啦 然后所以 每一段讨论的事情都 在他同年的那条线 就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段 讨论的事情都 有点点不太一样 然后 让你有一种 就是真的是很 全面的去认识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譬如说 在第一个段落的时候 好像也对他 还没有太多的认识 观众可能对他 也没有太多认识 你只知道 他姐姐发生了一件 这个 在他身上 他的童年经历上面 他发生 他姐姐发生一个 就是 应该说 他发生了一个 就是好像很 不好的事情 然后 再拉回来 就是 现代的时候 他在谈说 他们要去 美术馆抗议 然后你逐渐的认识 这一个人的背景 这样子 然后就是 他才开始说 他是摄影师 然后 他 为什么要去 这些美术馆抗议 因为 就是可能 这些 药厂背后 真正的 老板 这个家族 然后他们是 透过 可能 把这些钱 去捐献给学校 或者是 美术馆 然后来 有点像是 有点像洗钱 或洗白 自己民生的行为 这样子 然后所以 可能在一些 普世大众 看起来说 哇 这个家族是 很 对艺术 很有 很有贡献 什么什么的 但是事实上 他们获得的 这些钱的 来源是 不好的 这样 其实是 用别人的 生命换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连结在 就刚好在 这个 Nian Gordon 这个女主角身上 我觉得这同时 我自己心中猜测 因为他自己 身为一个 要说 艺术家 然后 摄影师 艺术家 他可能 然后他同时 就是刚好 也遇到了 这个 他吃了 这个 类鸦片 类的 止痛药物 然后结果 竟然上瘾了 然后 发生了一些事情 之后 我觉得 这是刚好 勾在一起 所以 他好像 感觉 没办法 我觉得从 最一开始 可能比较 比较小一点点 就是说 他可能 没办法 看着 这个家族的名字 被挂在 各大美术馆 各大学 上面 然后这样 好像 有点 招摇撞骗的 感觉 对 就是 或者是 大家其实 看不到 其实大家 是看不到 这个背后的 他其实是 多么 不好的人 不好的家族 这样子 然后 再来就是 就我觉得 他刚好 这个身份的关系 这个的串联 我觉得是很 在这个人身上 是很微妙 然后进而往后 又更大 更拓展 就是可能 他的 他的青少年时期 他的成年时期 的经历 就是 反正 简单讲一句话 就是 那个那段时间 感觉就是 大概就是 就是pose 就是 他在讲 跟艾滋病 或者是 变装潢后 有关的事情 大概我觉得 跟 pose的叙述 就是非常的像 这样 感受非常像 然后 我觉得 进而影响到 就是他对 我觉得他 我觉得在 艾滋病 这件事上面 然后 就是他 他 他关心的方式 我觉得 有一点 推广到 就是他 后来 就是他在 在现代 他在对抗 这个药厂之后 他们想要 寻求的 寻求这个家族 要付出的代价 或是他希望 政府去 怎么 support 这些 成瘾的人 就是 我觉得那些事情 又在 扩大 而且更在 有 就是有想法 或有规模 这样 就是 我觉得 就是这样 一路慢慢展开 的过程 就是你会 逐步很 认识这个人 而且会 感受到 他的 理念 或者是他 为什么要坚持 这些事情 嗯 再来就是 我觉得 我还 我觉得有看到 一件 我自己有看到 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所谓 他们去 他想要去抗议 然后他想要去 表达他的 诉求的 那个手段 就是 就可能 诶 比如说近年 就感觉 就是 有的时候看到 就是比如说 什么假设 吃素的团体 他不希望大家去 伤害动物 然后他可能去 一些什么 什么有皮草的店 去铺人家 红漆 或什么 我觉得就是那个 就是所谓 抗议 或者是希望 引起大家 正视 或重视 的手段的话 就是 就是Name Gordon 带领的 这个团体 就是给我一种 比较 就是比较 温和一点 而且这个温和 会让 周围的人 不会感到 反感 然后 好像也会 比较容易 试着去 了解当下 他们其实 想要 讲什么 譬如说 就是他们可能 会到 什么叫 古根 和美术馆 然后就是 进行一些 就是 有点像是 躺在地上的 一些 就有点像 行动剧的 表演之类的 然后喊喊 口号啊 然后 比较不是用那种 感觉有到 破坏的 行为 就是我觉得 他们本身 也是一群 就是很 爱艺术的 一群 我觉得 有点 嬉皮挂的 感觉 这样 就有一群 就是很 很热爱 艺术的人 这样 所以 呃 我是觉得 他们的 倡议 或者是 行动 是我比较 我觉得 我会 会 就是会比较 愿意 去 听说 他们想要 做什么 对 然后觉得 整个 就是譬如说 过程组织的 脉络啊 或者是 后面再 逐渐增加进来 协助他们的人啊 后面甚至有 律师啊 一些更 专业的人 来 帮忙他们 这样 就觉得 整个 社会倡议 能成功 这样子的 做法 好像 也是 可以达到 效果嘛 就感觉 比较温和一点 对 就是比较 没有这么有 破坏性 就是 过程啊 手段 对 我会觉得 就是 我不会说 他的 社会运动 叫做 温和 或 没有破坏性 就是 我不会这样形容 就是 而且其实 如果一个真的 温和 而且 没有产生 任何 不变 没有对 民众产生 任何不变的 倡议 基本上 等于就是 没有作业 抗议 抗争 这件事情 就是要 让 周围的人 产生不变 要对大家 产生不变 比如说 这部片里面 他们做的事情 是至少在 美术馆那边 他们对 参展的人 造成的不变 他们 让参展的 没办法再继续 就是 如果想要继续 看 艺术品了 没办法继续 这件事 然后 他们也 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现场 他们用 丢了一堆 空 药品 进去 这也算是 某种破坏 所以 我会觉得 大家 对于 某一些 抗议 跟社会运动 的反感 一定程度上 是媒体 造成的 媒体 怎么在 书写 跟 呈现 这些事情 这样 对 所以 我会觉得 大家要提升 一件事 就是 做社会运动 要吸引人 关注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 尤其是对那些 他根本 完全 对这个议题 毫无涉猎的 真的很 一般的 民众 当然 我相信 场所又差 就是 他毕竟是在 美术馆 美术馆 这个相对于是 比较需要一点文化资本 才会去的地方 比较不是那种 真的很一般的一般人 对 又 那个场所 又有点影响 这样 但你要说 真的做到一些 什么倡议 跟示威 跟抗议的 这些行动 基本上不太可能 就是 你都不冒犯任何人 这样你根本就 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 就根本什么事 都做不了 我觉得我想讲的是 就是 我觉得那个东西 都嘛 起码是看起来是 清得干净的 就是 因为我想象中 会比较严重 我是譬如说 会弄坏什么东西啊 然后把墙壁 就是弄脏啊 或者是 喷的 譬如说 假设我 就之前看到 那个去泼 红色的漆啊 就我觉得 那个是 一个很难修复的状态 这样 然后我觉得 譬如说他们 就是 譬如说傻的 就是有带血的钞票 或者是那个药罐子 就是 呃 我觉得就是相对 相比起来是 可复原 或者是 我相信他们可能 后来是可能 可以把它 再 清洁 就 不会让人家 我觉得不会有 给我一种 很像 很像 暴民吗 或者是 作乱的感觉 就是 我自己这样觉得 当然大家可以去讨论 你的行动的手段 那条 界线在哪 当然这是永远不可能 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只是说 去讨论手段的 你要 冒犯 大家到什么程度 你要 你要激烈到什么程度 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这OK 这样 对 但 我只是想要说 就是 大家看待 就是 倡议 因为我觉得 对某些 比较 政治人感 或社会议题 人感的人 就是 他就 会把 所有这样的东西 都看成 就是 简单来讲 就是有点在找麻烦 找差 就是 哦 就是 没事找事 做这样的感觉 所以 我觉得细节 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 但同时就是 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 想要制造 一些 声量 跟促成一些改变 又 不想要 冒犯任何人 不造成任何人麻烦 这是不可能 发生的事情 因为 在做社会倡议 有一个很 算是一个 常见的概念 就是 你就是因为 造成了某些人的麻烦 他们才会去注意 就像 比如说 台铁的罢工 或 空服员的罢工 这样 这总是会影响到一些人 但如果 没有影响到一些人 到底谁会来关心这件事情 对 嗯 这就是 难题 就在这里 对 这个一直都是很两难的事情 所以 到底是不是造成 其他人的不便 跟那个手段本身 到底要激烈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大家可以 更细一点的去 分 逐项 讨论那些东西 这样 就是 因为 现在讨论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都把所有的 层面 就是 全部绞在一起讲 很多议题都是这样 就是所有层面都绞在一起 只是 我觉得这有 有时候也是社群媒体 跟网络时代的问题 就是你总是要 很多人都想要 好像很快有一个解答 我想要知道 我到底要站哪一边 哪边才是对的 这样 就是那种 有一点太速食的文化 造成的 一种结果 就是 就是 很难把事情 一个成分 一个成分 拆开来 慢慢看 对 如果以 Nangolding 他们的 倡议手段 当然这部片 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以片中呈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 当然他们确实是 有很多 想法跟事先的规划 的 做很细致的安排 这样子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一次 顺便讲到 就是 这部片 讲的这个成分 也让大家看到 做社会运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就是 那个事前的 所谓的 规划 安排 要 细到什么程度 对 嗯 嗯 甚至还有 美工 的部分 还有一些人要负责 美工跟道具组 这样 可是 你就想说 呃 好像在一些社团 或戏学会里面 做的 那些事情 只是 变成 有活动组 有美宣 这样子 对 就是 那其实是一个很有组织性的东西 就是 因为 很多以前 尤其是老一辈的 都会把什么 抗议 就是想说 啊 就是一堆人 就是一堆人在乱 这样 就 这种很 很 很 沉浮的 看待 抗议 跟 跟 社运的那种观点 真的是 可以 可以把它淘汰掉 这样 嗯 嗯嗯嗯 我觉得这也是 让我觉得 能够顶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人的地方 嗯 啊 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摄影师嘛 所以 这部片在呈现他的作品的时候 有相当大量是使用换灯片的形式 因为他们以前的记录的呃 煤柴油 就是很多种这样 啊 他那些东西的保存 有一部分就是使用换灯片 嗯嗯 好 然后 刚刚有讲到说他 那个私人的部分 就是他家庭成长经历 跟他这个后来做公领域的的议题的这部分 如果你要说他有什么共通性的话 或者就是呃 互相影响的层面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应该可以算是就是 某种程度上他都是在帮一些 嗯 没办法自己说话的人发生的 有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比如说 他以前拍的那些东西 他就是不再批判的去记录下那些性少数 或者说或者所谓的吸毒的人 或者就是罹患艾滋病的人 或者是之类的其他的 这样 就是 嗯嗯嗯嗯 他就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也许他会产生什么效果 不知道 但总之他替这些人保存了他们的 的一个面向 他们曾经活在这世界上 这样 做了一种帮他们发生的一个方式 啊 后来他在做的这些 为受这个药引影响的人做的这些倡议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就是他都是在为一个 有点被体制跟当权者压迫的一群人在说话 这样子 这个这个也是我觉得他就是很酷的 其中一个面向 这样 就 他他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其实是有一个一贯的脉络 啊当然那个一贯脉络 可能是从他个人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 这样 嗯嗯嗯嗯嗯 然后刚刚讲到他姐姐那个部分就是 那个点其实还蛮 我觉得他算是算是批判蛮用力的部分就是 父母的教养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很直白的讲说他他爸妈其实就是很 很不适合很不会当爸妈的人这样 因为他们当然那个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就是 他们把精神病或喜欢同性这件事 因为他姐姐也有就是喜欢同性的倾向嘛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当做所谓的呃 身心异常 就是他爸妈这样 他爸妈把这件事情当做身心异常 但 殊不知就是 真正身心有问题的应该是他们自己这样子 哦 所以啊然后Nangoning自己也有 后来他也算是有非异性恋的认同这样 但他电影里面他没有自己讲出来啊 只是说 而且我相信他本人也不care那个标签了 就是以他这么酷的人来说 他根本不在乎人家怎么定义他 但但他本人至少就骗中的诚心来说 他也是有就是 呃 他也可以喜欢男生也可以喜欢女生 他根本甚至不在乎对方的性别 这样子 就是 他自己也在实践这些事情 甚至他一度还有揭露说他其实也曾经有一度进入性产业里面 当然可能没有很久 只是他也有揭露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生活圈周遭真的就是那些当时那个时代的最边缘的那一群人 所以我觉得他后来会一直就是很很努力的在提倡某一些东西 我觉得完全就是从他生活经验出发的 就那个绝对是有影响的 刚讲社会运还可以讲到一件事就是他们做社会运这件事也是蛮妙的地方 就是总是有很多前人的方法可以参照 因为他自己长大的过程中就是有经历过那个爱之权利倡议的这件事情 然后一个很有名的也算有一点历史的就是一个爱之议题的倡议团体叫做act up act就是行动的那个act 对 然后up 这个团体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在一些讲爱之的电影也蛮常出现的 Nan Golding他们那个就是提倡药饮的治疗跟对抗那个普通药厂的事情 他们也有参考了就是那些爱之权利倡议的他们当初的做法 社运这件事情也不是大家各个做各的 有时候就是大家会参考就是学彼此的一些手法 还是要说就是Nan Golding是一个很酷的人 真的真的被全粉 被全粉 反正大家可以真的去看啊 我是觉得蛮有一阵子没看到这么算喜欢的东西 这一部真的就是可以很放心的说我蛮喜欢的 最后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可以让你从零到几乎一百的认识 就是这个Nan Golding 然后那刚好他的一生又跟大概三四个东西 三四个大事件又挂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这个几乎片就是很好的透过他的观点 然后以及他在做的事情 然后让你稍微认识这些事情这样可以当成一个开头这样 而且算是把这些事件就不管是就是普渡药厂那边的或者是 当然他比较个人生平的方面就是比较单点单点的带到啦 主要的比较靠近现代这个普渡药厂的类鸦片类药物的事件 就是叙事就比较完整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非常的认识这一个人 然后以及他到底想做什么 还有他做到了什么 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觉得看真的觉得有一种就是哇就是一个老嬉皮那种感觉这样 然后觉得我没想到是一个很有毅力然后很有想法 然后很有组织能力跟就是可以真的把事情磨 就是这样很把他磨磨磨磨磨磨 然后把他完成的人 对我觉得真的蛮酷的 对也真的像片名一样啦 就是他的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某些人的血泪而促成的这样 对好所以讲到血讲到血泪就是前人的血泪 因为刚才有讲到艾滋液体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在80年代的环境艾滋 或者说HIV刚被认识这样 然后没有治疗药物的时候 当然状况是很惨的 就是基本上你确诊了之后 你可能搞不好很快就会走了 或者就是你还要脱个可能10年不知道 就那个时间又是一个很 因为他的时间的range很大 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病 会离开人世 所以那个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又更加强力 当然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所以这些知识性的东西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第一个感染HIV跟被称作所谓的艾滋病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要分开看 艾滋病指的是他已经免疫系统被破坏 然后产生各种并发症的那个发病状态 叫做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被破坏掉的那个状态 可是如果你就是确定感染HIV 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处方的药物 可以就是控制他不会继续感染免疫系统 就是他可能就是变成他存在你的协议里面 但他不会进一步 就等于用药物压住他这样子 共存 你可以想说就是共存这样 不会发病 不会走到发病的艾滋的那个阶段这样子 所以目前HIV的治疗基本上就是 讲白话一点就是有点像一个慢性病 你就在定期拿药吃药这样而已 甚至在最新的研究就是U等于U 就是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 所谓测不到病毒就是 你服药控制病毒量在测不到的程度 你只要连筛检方法都测不到病毒 那你实际生活中做任何事情 基本上也不具传染力这样 那个研究是你如果病毒量已经测不到了 你甚至无套性行为也不会感染 对所以这个认知大家要有 就是HIV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慢性病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还是尽量安全性行为 我觉得那是一个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然后如果现在一般会提倡这样 就是有性行为不管怎样的形式 你只要有过性行为 你就是定期去筛检 而且这个也不是同志族群的专利 就是你这辈子只要有过性行为 你就去筛检 如果有一直在发生性行为 那你就一直去筛检 就可能半年一年就筛一次 那个也不会花你多少的成本 基本上你就想说现在疫情这样 如果你会担心感染COVID 那你就是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其他疾病 然后重点是不要把感染者污名化 虽然这件事对艾滋还很困难 但还是要提倡 就是染病的人他不是犯罪 他不是坐监犯客 这个在COVID-19初期也有这样的讨论 就是大家应该多少也看过 只是说这些跟性少数比较有一点 扯在一起的疾病总是比较难摆脱那样的无名 这样这是现实 最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猴豆 因为现实的数据就是 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在统性性行为之间流传的 所以自然后来感染的人也更容易都是男生 当然不见得是男同志 只是任何有进行男男性行为的人 可是这绝对不能化约说 就是只有男同志才会感染 就是这是两回事 没错没错 逻辑 你跟特定族群连结太深 就会让其他人的防范意识更没有 就觉得那就是只有谁是谁会得 就注意身体健康才重点就是 不是特定族群的责任 对然后刚才讲到那个这里边最重要的议题 那个药物的成因问题 类鸦片或鸦片类药物就是opioid opioid是一类东西的总成 基本上用途就是止痛 对 他就是有一类东西因为成分相似 然后有特定的类似的作用 就是止痛这样 所以他们都被归类为鸦片类药物 我这边以维基百科资料就是 天然的就是马飞 直接从鸦片因素得到的东西 然后半合成的就是今天讲的东西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Oxycontin 就是中文一般会翻成奥斯康定 它其实是那个商品的名字 我觉得这是可以 大家可以知道的一些药物的知识 就是有些药 它可能化学上有个学名 但它被开发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商品名称 比如说乙烯硫酸 或者乙烯水洋酸 它的商品名称就是阿斯匹林 我们通常会简称叫Oxy Oxycontin的那个开头 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属于半合成 然后海洛因也是半合成 因为他们等于是有点像 天然鸦片剂的一部分 然后再经过一些其他加工步骤 然后如果完全人工合成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一些毒品的剧里面 看到就是芬太尼 然后美砂桶 美砂桶也是 还有一类跟所谓就是天然或合成 不会归类进去 叫做内源性鸦片类 人体会产生的 比如说脑内飞 这些其实都是鸦片类 所以就是很多种都跟痛觉的意志有关系 纪录片里面讲到这个Oxy 就是Perdue Pharma 就是中文翻译 普渡药厂 对 听到有点奇怪 普渡药厂 他们在 这边看到的数据是1996年开发的一种药物 顺便讲 普渡药厂的经营者就叫赛克勒家族 就是赛克勒家族 他们当时有意的在做一件事 就是他们想要推销这款药 然后在教育那个 那叫什么业务吗 就是会去跟医生啊 或医院推销这个药品吗 业务 他们在教育教育那些业务的手段 就是公司给他们的材料就已经有点隐瞒一些东西了 然后在教他们介绍给医生的时候 他们也教他们一套话术去推广这个药的一些好处 就是比如说他会比较 因为有的药物是比如说他可能作用时间很短 然后就一下子就上去 然后就掉下来 有的药物可能就是所谓的换视型 就是他的作用时间比较长 但不会一下子就跑到高峰 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对就是比如说当初讲的好处可能就是换视型 然后不会成瘾之类的那种东西 可是后来就是都发现 其实他们知道那个药物可能会有一些成瘾的问题 但就是都甚至连对自家的业务员都隐瞒这件事情 总之他们在销售过程用了很多 摆明了他们就是要获利的一些手段 因为反正他们自己也不受影响 他们又不是这个药物影响的人 所以在2000年代 那一二十年 就是因为那个1996年上市 所以2000年代就在美国引发了鸦片类药物危机 我们英文通常会叫做opioid epidemic 就是疫情 或者叫opioid crisis 鸦片类药物危机 这个主题在影集或其他纪录片也都讲过 因为这个是美国非常严重的事情 它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就是因为鸦片类药物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会越吃越重 很多人比如说 因为oxy在他还是合法处方药的时候 他就是等于是靠你去看病 就会可以拿得到的 有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 他是真的因为比如说做手术或受伤或什么的 有些是运动员 他就必须要服用这个药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 他的那个药效被隐瞒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后来成瘾了 成瘾了可能就 一开始是吃更高的剂量 后来就是连更高的剂量都已经没用的时候 就会寻找其他的非法的药物 比如说海洛因 比如说芬太尼 可是那些非法的药物 因为他毕竟就是要从黑市取得 所以你也很难掌控里面的成分跟浓度 所以很容易就会欧低 就是overdose 那个药物过量 对 所以那个很多问题就是这样 一串这样一直上去 就是你从合法的低剂量 吃到合法的高剂量 然后再来就吃非法的 然后再来就挂掉 这基本上就是几乎不可逆这样子 有些人能够活得下来 就是包括Nangolding自己 就是他因为也是一度成瘾 他就说自己是幸运的 他某一次 某一次吸了毒之后 有醒过来 不然他可能就也是掰了这样子 这个在美国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而且 所以也有很多东西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想问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的 你要说源头 就只有就是浦度药厂的这个药物吗 还是其实是 你说是不是完全因为他酿成的 我觉得他前面必须有一个背景环境 就是有一定的吸毒人口这件事情 哦 啊只是说 AX一出来之后 他可能让一些本来没有在接触毒品的人 也成瘾了这样 对对 比较严重的是这部分 就是你可能本来根本 你没有意要碰毒品的 可是你却因为这个合法的药 啊却反而上瘾了 对 没错 就像Nangolding一样 他只是去开个刀 然后吃个止痛药 或者是他里面其他的家属 提到的就是 他的小孩子是受伤 然后去 可能做一下手术 然后吃一下止痛药 结果 可能一个礼拜后 两个礼拜后 就丢掉 对对对 哦 我只是在想 我只是在想 如果这件事情的源头是这个的话 那这好像对啊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做什么 就是 政府也没办法 就是政府可以对对这个公司做出什么事情吗 就是 你如果要说是不是完全是这款药物的责任 就是 我觉得那要就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呢 就是他 他总是要有一个环境 讲难听的就是 他要有一个既定市场 在那边 只是后来会有一些 不属于这个市场的人被影响 对 就是多出来的那些人 只是 合法的东西可以取得 这个 势必会让滥用的情况会增加吗 因为他等于是 一个会伤害 一个会带来伤害性的东西 却是可以合法取得 就是变得 变得那个危险性更明确 一些 这个运作方式可能 就是有很多种 但总之就是 有药营的人 可能会去 跟手上有厨房签的人 就是 谈好协议这样 就是他去 拿药 然后拿出来的药 就卖给一些 比如说贩毒集团 或者就是有需要的人 这样 等于借由 有厨房签的人去拿药 然后出来 就是卖给那些 所谓的吸毒者这样子 我等下讲的一些 衍生观赏 里面有讲到这件事 好 我直接先讲那一部好了 就是 有一部在 目前是在Disney Plus上 可以看 它是呼噜的印记 叫做 中文叫做毒疫 毒就是那个毒 然后疫就是疫情的疫 它的原文叫做 英文有个词叫dope 就是 也是毒品的另外一种称呼 就是D-O-P-E Dope Dope就是有 后来被引申为 就是比如说吸毒之后 亢奋迷幻 所以Dope就是 形容一件事 很赞的意思 它的口语的用法 然后 独义这个 英文片名叫做 Dope Sick 就是Sick 就是生病 就是因为 因为 吃了药而生病的 那个状态 这部剧就是在讲 普渡药厂 研发这个药 然后后来到 被 控告的 那个过程 它有分几条线 就是一条线是药厂那边 然后一条线可能是 检察官律师 然后跟 受害人 这样子 嗯哼 也有演到 就是 因为听信的 普渡药厂的 推销 而 开给 他的病患 这款药的医师 然后他 后来自己也 因为一些病痛 然后自己也上瘾了 这样 哦 那医师的角色是那个 米高基论演的 就是 妙人 那个主角 嗯哼 那部里面 蛮多大咖的啦 可能没有他蛮多 但有好几个 这样 就大家可以看 是好看的 就是 也算去年 还前年的 算 高品质影集 这样 独一 然后Netflix上 有一部叫做 呃 这个也是纪录片 叫做 扫毒药师 就 这个 片名很直白 就是他主角 是个药师 这样 啊他 也是 就是在美国 就是 他 发现自己的儿子 就是 反正有一天 莫名其妙就 好像是被 被人开枪 打死了 然后他就 去追查之后 才发现 他们牵涉到的是 一些药物的交易 然后那个药物的交易 就是 他们利 他们在利用 别人去取的 那个Oxy 然后去 要去卖 啊可能 就是毒贩之间 发生了一些冲突 这样 所以他就是 从他儿子的死 揪出了 有人在做这个生意 然后就是 一连串的事情 这样子 哦 就 也有一点点是那种 个人去对抗 一个体制 这种意味 我刚没讲到 就是 在 扫毒药室里面 好像也有讲到 但毒疫里面 我确定有讲到 就是 有讲到 其实 美国司法部 跟那个 FDA 就是食药署 他们其实 也有受到一些压力 这样 因为政府 有时候是 也是要有 来自一些企业的资金 所以 甚至是 接受他们的公关 跟游说 这样 这是萨克的家族势力很大 这样 所以 他们甚至会影响一些 就是政府官员的 决策 这样 对 所以 那个 我记得 毒疫里面 就有演到说 就是 FDA 在这件事情上 的过失 这样子 哦 所以 所以 不只是 不只是单纯的 就是 他们单方面的行销问题 他们其实 跟政府 也有一定的公关 对 那边也有一些 就这个 很 很大 就是 牵扯出来的事情 非常多 对 然后 我个人就是 很爱看这种东西 就是 个人 个人去对抗一个 很 很恐怖的集团 这样子 对 所以 刚刚讲的那部 毒疫 然后 扫毒药师 这样 就是 直接跟这个 主题相关 就是 普渡药 萨克的家族 然后 毒疫里面 就有把 这部 所有美丽与鞋类 提到的一些 萨克的家族的成员 演出来 哦 就是 提到的 当然那个 影集会有点丑化 就是 就是 你会看到他们的 的 讲话的方式 就会有点讨厌 呃 呃 把它弄得比较像 恶人吧 稍微有一点 呃 要先打岔一下 你知道你刚才在讲 那个 豆盆 那个单字的时候 我也在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最近都在看 大嘻哈时代二 然后 因为他里面有三个评审 有个叫 蔡思云 就是 好像是王耀明的太太吧 然后 反正 有些人可能就会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某个特定的选手 所以 嗯 如果 今天有个评审 对他喜欢的选手 是负面的评价的时候 然后 嗯 就湘明可能就会比较不喜欢那个评审 所以譬如说 有人就会 有人就会不喜欢迪拉胖 因为他可能 不喜欢什么什么取风 所以他比较容易淘汰某选手 嗯 然后像 然后大家就一直攻击蔡思云说 就是他听不懂台语 然后蔡思云的一个口头 才能就是 他因为他有一点 他有点ABC的枪 然后蔡思云就 他觉得这有个好听的时候 蔡思云就会说 Let's dope 然后 底下的酸民就会说 啊还有一个评审 只会说dope 这样就是 所以刚讲到dope 我觉得超好笑 我当然想到这件事 好反正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词到底怎么变成称赞的意味 然后刚讲那两部延伸观赏 是跟Oxycontent 然后萨克勒家族 普渡药厂直接有关 嗯哼嗯哼 再来还有一些 呃算是侧面提到鸦片类药物 对就是不是专 谈那个Oxy 是谈鸦片类药物的影响 这样 呃 这边大部分都是纪录片 这样 有一部 哦 又是Netflix了 就是有一部叫做 是毒还是药 它的中文 翻得比较直接了 它是每一集讲一种药物 然后其中一集就是针对鸦片类药物 这样 那前面好像有讲什么安非他命 有讲海洛因 就一集一种药物 有一集就是讲鸦片类药物 那里面有提 我记得有提到 因为我有那看已经有一阵子 但我记得那里面有讲到 就是也是引发药物危机的这个部分 然后 有另外一部有提到 所谓的药物减害跟仿制的这个部分 这是前几年 入围奥斯卡记录短片的 有一部叫做 中文翻叫毒症因词 因词就是英雄 然后女性化 那个因词 那毒症就是一个 有毒瘾的小症这样 那个短片就是 记录几个救护人员 好像是一个是救护人员 然后叫毒症因词是因为 叙事的几个主角都是女神 然后一个好像是 急救人员 一个是 不知道社服单位的 还是 还是绳子人员 我有点忘记 反正就是三个 就他们在帮助 药物过量的人治疗 然后跟 协助他们走出这个状态的 那个过程这样 然后他们那里面就有讲到 那个索尔美利鞋类里面 有讲到就是 如果遇到那个药物过量的 当下急救 就是注射那个 纳洛筒 对 当下注射纳洛筒 就是可以有效的逆转 鸦片类药物的 药力 这样 那个纪录短片里面 就拍到这件事 就是 真的拍到他们 遇到OD的 躺在地上 已经不动了 这样 然后就 就直接 然后忘记是打针还是 因为那个 给药方式有 可能有其他种 这样可能有打针 然后有的是用笔喷的 这样子 对 反正就是打下去之后 就是真的过一阵子就 恢复生命极限 嗯哼 就那个立即兴盛 很很确定 很确定的 然后再来就是事后的那些 因为现在 有的人看到那个 新闻那样爆 就觉得 哦 这是 美国怎么这么恐怖 这样 就是 还 让毒瘾的人 有一个 集中的地方 可以 可以 吃打 这样 就是如果把毒品 这一看的最大二级 你就会觉得 这件事 有点匪夷所思 只是 这个在 现在所谓的毒品 或所谓的药物 滥用减害 就是减害 就是减少伤害 减害的这个 观点来讲 就是 你与其让他们 就是在那边 呃 不知道哪里来的药品 然后 甚至共用针头 甚至你也没办法 掌控你注射的剂量 与其 你让他们在那么高 危险的环境 你倒不如在一个 有管制 然后有 甚至还可以帮你 确定你的药物的成分的 一个环境 然后提供你 干净的器具 让你使用 嗯哼 然后当然目标 就是逐步的希望 让你减少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 提供 因为刚刚有讲说 鸦片裂药物里面 有一种叫 美砂桶 美砂桶就是经常拿来当 好像海洛因的替代药物 这样 嗯哼 就它持续性 好像相对比较 比较短 这样子 啊所以就是 有点像慢慢让你 就有点戒烟 那个概念 这样 你就是从比较强的 然后变成 慢慢开始 比较弱 然后最后 看能不能 完全不用 这样子 嗯哼 就是那个药物减害 体系是一个 有的地方 还在推动当中 然后是 会遇到一些 阻力的这样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觉得那种减害中心 在台湾的说法 就是会变成那种 灵弊设施 你懂啊 就是可能 很多人都会不希望 那个地方 在你自己家里附近 这样 你这你可能一开始 用一些很轻的药物 或者是 然后你被抓去关之后 那很像是一个 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些 好的support 或者是帮助的话 那反而其实变成 可能像资讯交流战 然后反而 这些人就变得 串成一条线这样 你要把他当 罪犯还是病患 对对对 的态意这样 对对对对 蛮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你如果只是单纯 因为哦 你把他视为犯罪 所以你把他 关起来还是怎样 你对他 这个 所谓的毒瘾的复原 完全没有帮助 对对对对 他们都说就是 越关越大部位这样子 就是 你反而进去 你只是交一堆朋友 然后你越来越知道 哪边有哪一些线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 然后有哪边有工作 你可以去做 我就是越卖越多东西 越用越大这样 对 他说就是 反正我 我一样是 之前啊 就很像听那个 那叫什么 呃 那个大麻律师 李津奇律师 对 李津奇律师的podcast 就是他就有分享 他就说什么 其实 他他甚至还找了一些 就是 真的是直接被抓到 使用贩卖 然后 他就是准备去乐界 或者准备 他就说以台湾的情况 就是 去那边 根本就只是 把一群 都有这个习惯的人 放在一起 然后交流资讯 然后再放出来 其实 达不到什么 太有 解决 或所谓的减害的 嗯 这个效果 对对对对 当然这件事 还需要很多讨论 只是说 现在以比较 不管是社会减害 还是个人健康的减害的方面来看 现在 看起来 比较 合理 比较科兴 但也许会遇到一些 独立的方法 就是 集中管理 然后 跟制度 有制度化的环境 这样 对 总比 完全在 黑暗的地方 流通 然后 呃 政府官方 外界都管不到 这样 总比这样还好 这样 对 但对啊 这是 还需要很多人的 的谈论 这样子 确实很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有一点 很违反人性吧 就是 就你会觉得 那个本来就是 就是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你就不要用就好了啊 就不要 就不要去就好了 对啊 就很多人都讲的很简单 这样 就是感受 感受很奇怪啦 可是 如果好好把整套 理由跟逻辑 如果是能 了解清楚的 应该会比较容易 同意那个情况是 嗯 这样做是 有机会会比较好的 对 美国现在也是有一些 就是 之前有看过一些新闻啦 就是有些 比较保守的州 或就是 城市这样 要设立那些减害中心 也是被 被骂了跟什么一样 哦 对啊 这在美国也是 类似状况 嗯哼 就是他们的 就是保守派的立场 没有 没有比我们好到哪去 这样子 嗯哼 甚至比我们 就是更 更激烈 嗯 只是说他们 观念进步的人 也许 因为他们 人口 基数大嘛 所以他们也许 观念进步的人 相对比较多 这样子 嗯哼 但保守 相对的就是 保守的人也很多 对对对 毕竟 毕竟美国那么大 这样子 然后 有一个 我就不要讲太多 就是 之前有稍微 以前有稍微提到 就是性少数族群 跟毒品的关联 这样 一些被压迫族群 总是会跟毒品扯上关系 这个是 也是有一些历史脉络 可以看 这样 嗯哼 嗯哼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接触 这个议题 就直接去看 POSE 真的 里面也有讲到 嗯 其实 跟Nan Golding 认识的那一群人 有一点重叠 这样 就是变装皇后 然后 对对对 同 同志 跨性别 这样子 然后除了POSE以外 我觉得还可以再提供一部 就是 之前那个 安德鲁加菲演的 倒数时刻 哦 对对对 哦 我想到倒数时刻 那个人物 因为那是真实人物嘛 就想到他的结局 就很爱上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 那个角色跟Nan Golding的 一些 看到的事情 有点像 就是 嗯 我记得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 有一段是 Nan Golding他 因为 爱之 美国的爱之疫情 开始爆发之后 他就看到他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界 他的朋友 嗯嗯嗯 就一个一个死掉 这样 对 这跟POSE 跟倒数时刻的主角 看到的遭遇也是 就 对 我记得倒数时刻 那里面后半段 有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 就是 他跟他的同志朋友 在讨论到了 哎 应该说真子 就对方跟他说 就是 我们要面对的 可能是 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有生死存亡的关头 嗯嗯 对 然后 他有点像是 借由他朋友遭遇 获得灵感 然后写出后面的首歌 之类的 嗯 对 我觉得倒数时刻 也是蛮好看的 对 也是同样的议题 然后 POSE 现在 哎 倒数时刻 是Netflix 然后POSE 现在是在 因为他是FX 所以现在是 迪士尼家 上面看得到 哦 哦 搬家了 哎 对 现在 米老鼠收回去了 嗯嗯嗯嗯 好 然后 刚讲了从 直接讲到 Oxy的 然后再讲到 鸦片类药物的 然后再 提到 艾滋 疫情 跟性少数的 那些关系的 好 我最后再讲一个 就是 如果大家也对 这种 个人对抗 强权的故事 这种 或者什么 企业的贪婪 这种故事 有兴趣的话 嗯哼 前几年 我很推的 那个黑水风暴 哦 虽然不是邀武 但一样也是 一个小律师 对抗一个大公司 这样 嗯 嗯哼 铁芙龙的危害 哎不是铁芙龙 本身的危害 是铁芙龙 制造的过程中 要用到一种 化学物质 嗯哼 排放会造成 环境的污染 然后可能 甚至 畸形额 对 之类的问题 嗯 好 然后 其他这种 嗯 我知道的 有一些是 纪录片 就是 好 也是Netflix 因为Netflix的 纪录片就比较多 没办法 大家可以看 有一部叫做 黑钱 Dirty Money 嗯哼 它是每一集 讲一个造成 危害的 的东西啊 通常都跟企业有关 因为 它叫Dirty Money 就是 企业利用某种东西 来赚钱 可是它对环境 或 一般民众造成 危害的这样的例子 嗯 有一集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一集的 企业代表是 台数 哦 台数在美国 某个地方设厂 然后对那边的 水资源造成 污染 啊 哇 OK 另类的 台湾 行销 台湾之光 Dirty Money 那每一部 就是讲 一个企业 或 就是 他们造成 危害的事情 这样子 嗯哼 跟背后的一些 庞大的利益 纠葛 每一集 都像恐怖片 如果喜欢看 调查报道的 也会喜欢 是影像的 调查报道 它其实每一集 就像一个 调查报道 它就是 每一集 一个主题 这样 蛮厉害的 然后 最后一个节目 就叫 它英文 叫做 Broken 也是Netflix 中文 它取 消费市场 当心买 它是在讲 这四种消费产品 背后牵扯的利益 其中一个 好像是电子烟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 是 IKEA家具的样子 因为他们就是 轻量化 轻量化 就会跟 有时候会跟 安全 有点 矛盾 是不是有压死 小朋友 好像是 对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那个小朋友 爬在那个衣柜的 那个抽屉格子上面 然后所以 那整个衣柜 就是倾倒 然后 所以那个小孩就被 就 就当然 你可以说 他这个行为 本身就有问题 只是说 如果他 那个东西的设计 本身 就不 就很不容易倾倒的话 那也不会有 后续的 这个问题 嗯 他们就是因为 很多 很多家具的设计 其实追求的是轻便 对 当然也讲到 这是资源浪费的问题 因为快是这样 因为以前的家具 甚至是一种 传家宝 对 现在 如果一种 IKEA那种家具 根本就是 你用一下子就坏了 然后就换了 这样子 嗯哼 反正大家自己去看 那种 Broken每一集就讲 因为 它是比较 focus在商品 所以 那个利益关系 又更明确 这样 刚那个 Dirty Money 有时候是某个企业的 可能某一个投资 或一个作为 像刚刚讲那个台数的 设厂的 环境污染这样 比较不是商品这样 Broken就是每一集 就是一种商品 对 但 Dirty Money跟Broken 他们背后的 这两个记录节目的 核心概念 算是共同 就是大企业的作为 对人民或环境的影响 他们的 那个 唯利仕途的那个 方针 嗯哼 嗯哼 跟 所谓的永续或健康 是被盗而死 这件事情 对 这两部节目 基本上都在讲这个 嘿 那如果 一下子 记不了这么多部节目 反正我都会 列在资讯栏 给大家 刚才有讲到的 全部都列出来 应该有 八部吧 对 因为以前看了 最近比较少看 就是以前看了蛮多 Netflix的纪录片 嗯哼 嗯哼 然后今天的这部 也是纪录片嘛 所以还是要再次 呼吁一件事情 就是 大家真的可以 尝试看看纪录片 如果 没有习惯看的人 这样 就 有一些 东西其实 可能跟你想象的 不太一样 然后 对 没错 甚至是很 很有 威力的 对 嗯 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 就是很 很powerful 最后再赞叹一次 Nangolin真的是一个 很酷的人 真的 真的很 dope 哈哈 一个 一个有点讽刺 但好像又 蛮 恰到 好粗的形容词 let's dope she is dope she is dope 我天哪 我相信他会认同 嗯 不得不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近期 看了几个 纪录片 这样一直 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从 神人之家 然后 还有看了 漂亮人生 呃 对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还有 我 我一直有种感觉 就是 我去拍 啊 还有那个啦 潘蜜拉啦 然后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最近看的这个 所有的美丽与血雷 就我觉得 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要能 拍出一部 好的纪录片 嗯 比拍一般的 电影 就难太多了 就是 我觉得 包括那种 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 我光想一点就好 就是那些 所有素材 取得 跟就是 编 编排先不讲 因为 因为你连 如果连素材都没有的话 根本就 很难执行 这样 就我觉得 嗯 但比如说 漂亮人生 可能 做法都相对特别啦 比较像是 嗯 用 其他形式去呈现 当时的样貌 这样 对 所以 可是我只是觉得 我近 最近看的这几部 我就觉得 哇 拍GVP的难度 真的好高 我就像 你看这个 Nem Gording 那是累积了 一辈子的照片 然后跟他 一辈子的艺术作品 然后 嗯 你可能才能 截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潘蜜拉是 他 他有很多影像记录 很多手稿记录 这样子 对 就是 哇 我觉得 我觉得 纪录片的难度 好高 好高 就是如果是一个 要 跨的 时代 长度 比较久远的 纪录片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难度的 东西 对 我觉得相比 一般的 可能难 当然困难的地方 不一样啊 只不过我就觉得 哇 这个事情有可能是有一种 很 不一定 你有能力去 溯及既往的 取得素材 嗯 对 不一定能达到 所以我觉得 哇 纪录片是一个 很深的 坑 嗯 对 不简单 对 好 虽然我现在没有在用 但还是顺便帮忙推广一下 就是那个台湾的纪录片平台 就是GILO 就是GILO 他们就是 也有剧情片 但他们就是 纪录片是最多的 的地方 这样 集散地 集散地 最后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可能之前在某个 讲纪录片的某一集 也有讲到 就是纪录片 的那个难 还有一点 就是他有时候是 运气问题 因为 他有时候拍的是 现在进行式的事情 嗯 你根本不知道 他会怎么发展 对对对 我上次举的例子 好像是那个 刺手登峰啊 就 他徒手攀验 啊万一那个 结局是他摔下来 对 对啊 就 现在进行式的事情 尤其难的 就是你不知道 事情会怎么发展 啊所以 你拍到 什么素材 就会 直接影响你 怎么去 说那个故事 嗯 就是 这种类型的 尤其 尤其困难 反正 大家真的可以把 纪录片当作 就是一种 电影的类型 对 有能力 有空的话 就是 也可以把它 把它纳进你的 观影的 选项之一 这样 嗯哼 我们有去看的 好看的纪录片 会跟大家讲 这样 对对对 就特别有一种 很匠人精神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很 我的纪录片是一个 很微妙的事情 然后有一种 你就算苦很久 你也不一定 就是 苦得出东西 这样 然后 嗯 对很 很微妙啊 我觉得那个心情 我觉得那个 看了之后 感觉很微妙 对 因为它基本上 就是用说故事方式 所以 它当然可以 跟任何题材 组合出 任何 多样化的 作品 这样 嗯 它的变化 搞不好 比一般的剧情类作品 还要多 对对对 所以嗯 总之 推广纪录片 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件事 嗯哼 好 那 所有美丽与血类 就 推荐到这 我觉得有可能 会是 不记任何 类型的话 搞不好会是 今年排 前几名的作品 这样 有 我觉得 我目前就有这种 这种感觉 OK 但纪录片 场次 场次是不多啦 所以 呃 对 如果大家 没有 机会去电影院看 就 有上串流的话 大家也可以 嗯 去看看 这样 嗯哼 入围 不管是奥斯卡 还是之前的一些 金秋将啊 之类的 有些 纪录类的作品 其实现在串流都看得到啦 大家可以 找一下 或 你用那个 之前那个 OTT 手讯的 的网页 找一下 有些其实 入围作品 或得了样的作品 都 都现在都看得到 嗯哼 嗯哼 推荐给大家去看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 可以让你 更贴近 这个世界 某一些 你不知道的 角落的 好方法 嗯 不管是多大 或多小的事情 对 但就是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件事就是 因为它 是所谓的 即时 所以 你可能会更容易 全盘接受 他讲的事情 但 其实 也不见得要这样 哦 纪录片也是有观点的 对 对对对 然后 大家还是可以保持一点 心理建设 就是 这个东西我不一定要完全接受 对 嗯 有这个 有这个观念在心里 去看纪录片 尤其是那种有议题性的东西 嗯哼 不要去 好像很快的站在某一边 就是你就是看看他在讲什么 这样 嗯哼 嗯哼 总之 嗯 推荐大家去看纪录片 然后 还有所有美绿血类 也推荐给大家 嗯哼 近期上映的电影 好 这段有够长了 嗯哼